A B C D 剪刀 石头 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 我是花儿姐姐 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每一天 我们的社会 几乎都有很多的问题产生 其实像花儿姐姐就发现说 我们的社会 像我们看报纸的时候 就是会有所谓的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里面 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像比如说 可能会有一些家庭暴力 或者是有一些霸凌的事件 有一些像性侵害这样的议题 或者是 就是关乎人类全体 像比如说人口过多 环境的破坏 战争 还有国家也发生一些问题 社会保障的缺失 失业 或者是贫富悬殊等等 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是不得不重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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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的科技新知 我们继续的来介绍这一套就是AI的秘密 那第三本就是AI跟未来的社会里面的内容 那花儿姐姐来帮小朋友复习一下 就是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这个社会有适合AI的工作 也有适合人类的工作 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 在10到20年后AI的技术会比现在更加的进步 那么根据研究人员的推测 到时候会有一半左右的传统工作 是可以交给AI去负责的 那么AI在分辨画面影片还有声音的能力 是比人类更强的 而且他们擅长在庞大的一个资料当中学习哦 为事物呢找出特征 那不仅如此 AI还可以借由分析的这些特征 来预测呢不久之后的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 并且是采取适当的行动哦 那么只要是这些能力能够派上用场的工作 都可以导入AI 让AI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哦 那么有些工作呢是适合这个AI呢代替人类执行的 但是啊还是有些工作呢是适合留给人类自己做的 好那上个礼拜呢花儿姐姐曾经讲过 适合AI的工作啊 包括了像公司啊或者是机构的这个柜台 以及呢配送包裹 还有检查产品啊 或者是呢建筑物内部的一个清扫的工作 以及面包的制作工厂 那么适合人类的工作呢 包括了像音乐家 狗的训练师 演员 还有居家风格的设计师 体育教练 以及心理辅导员等等 那当然了很多的工作啊 他还是呢可以去做一个分类 哪些是适合AI的 哪些是适合人类的 那其实通常来讲啊 像比如说 刚才花儿姐姐说到的这些工作 例如呢像什么美容师啊 还有这个幼教老师啊 因为呢他是需要这个高度的一个沟通能力 那另外呢电影工作啊 工地的监工 这些呢是需要领导力 以及判断能力 还有这些漫画家服装的设计师 他们需要的是想象力的这个工作 那这些工作呢都是由人类来做 会比AI呢是更合适的 那如果呢 像比如说要理解别人的心情 以及呢跟他人互相的配合 或者是当发生意外状况的时候 要采取一些灵机应变的措施 以及呢发挥创意的这些工作 那这些呢都是现在目前AI比较缺乏的 所以呢交给人类来做 也是比AI好得多哦 只要能够创造出一个 让AI跟人类都能够各自呢 发挥所长的工作环境啊 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就会变得 更加的富足而便利 好那刚才花儿姐姐讲到说 适合这个AI的工作 像比如说举例来讲 像配送包裹 现在呢就可以呢 让拥有这个AI机能的无人机 去自行的运送包裹 那如果是面包的制作工厂 那AI呢 他就可以根据这个气象的资料 他得知当天的一个气温还有湿度 然后去调整呢 制作面包的这些材料的分量 好那适合人类的工作 像比如说体育教练 他就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运动的能力 还有当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呢 去进行指导 而像心理辅导员呢 他就会用同理心呢 就是对于对方的心情呢 他就去给予协助 那么在讲完呢 适合AI的工作 还有适合的人类工作之后呢 我们来想想看啊 我们怎么样去利用AI 来克服这个社会的问题呢 记不记得花儿姐姐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讲到社会的问题真的是很多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去想啊 其实呢 只要这个AI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运用 来逐渐的代替人类处理各式各样的工作 相信呢 很多现有的社会问题就能够获得解决 而且呢 也能够有助于改善工作的环境哦 现在的社会呢 因为是少子高龄化 也就是说这个孩童呢 是越来越少 老年人是越来越多的现象啊 所以呢 常常会造成了劳动人力的不足 那如果呢 能够把一些过去 必须呢 是由人类来做的工作 交给AI负责 就可以去弥补这个不足的劳动人口啊 那另外有些工作呢 其实由人类来做啊 会非常的费时费力 如果能够交给AI的话 这个效率呢 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如此一来 人类就可以把原本呢 花在这些工作上的时间 用来照顾孩子或者是老人 而工作跟生活 就能够更加的取得平衡了 那么在工作上呢 借助了AI的力量 或许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之一哦 举例来讲啊 像比如说 这个呃 在田里面耕作的这个农夫啊 如果呢 他的工作运用了AI的技术 小朋友你想想看 会是什么感觉 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 那么在日本呢 他们就运用了这个AI的技术啊 那在日本的农业呢 从事者啊 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67岁 那因为呢 有着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所以呢 他们就用这个AI的技术去解决 那你想想看啊 这个AI技术 他可以怎么样用在农夫的工作上呢 好 比如说呢 他把这个培养技术呢 汇整成为一个资料库啊 也就是呢 让AI学习经验老到的农夫 所拥有的知识跟技术 然后再汇整成为资料库 AI呢 就可以成为老师咯 去帮助那些没有栽种经验的人 所会呢 高明的这些栽种的技术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 交给AI去处理 很多的工作啊 都可以交给AI负责 比如说呢 让自动的耕耘机 他耕种农田 让航空无人机去喷洒农药 让还有AI的精能的 这个收成机器人 去栽取成熟的农作物等等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 都是神美丽创造 你是独一无二的孩子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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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了你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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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神 美丽创造 我是独一无二的孩子 感谢神 感谢神 创造了我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 都是神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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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都是神美丽创造 我是独一无二的孩子 感谢神创造了我 小朋友今天我们在科技兴知的时间 我们就讲到了 这个AI是可以来克服这个社会的问题 那刚才前面花儿姐姐有说到 当人力不足工作都到了做不完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交给AI 让AI使工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AI它可以搜集资料 可以分析 可以预测 也可以辨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多善用我们自己的其他时间 那花儿姐姐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日本就是让他们的农业从事者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AI 帮他们把这个栽培的技术汇整成这个资料库 然后去训练别人 另外也可以把这些比较繁重的工作 像比如说喷洒农药或者是耕耘 那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AI去处理 于是可能就有一些像自动的耕耘机 收成的机器人 航空的无人机被发明出来 好 接下来呢 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谈一谈 强AI以及弱AI 强就是强壮的强 弱就是弱者的弱 强AI跟弱AI 这两个意思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未来有可能出现像人类一样 什么都能够做到的AI吗 这是花儿姐姐要先问小朋友的问题 但你一定会说应该不是吧 好 那因为这个答案就是no 所以强AI跟弱AI 他们就分类出来了 好 那强AI跟弱AI 他们的分类的基准就在于 AI的行为能够多接近人类 好 我们先讲这个强AI 强AI就是它会像人类一样 拥有智慧 能够灵机应变 而且在采取行动前 是能够考量到他人的心情 那么相较之下 只能够在特定领域里面 应付这个特定事情的AI 就叫做弱AI 好 那这是一些科学家 他们把AI分成了强AI跟弱AI 这两种 那虽然近年来AI的技术 被广泛的运用在家庭跟城市当中 但是那些AI都是属于弱AI 好 那强AI 刚才华尔姐姐已经有说了 就是它像人类一样 拥有这个智慧 能够灵机应变 而且在采取行动前 能够考量到他人的心情 如果像我们在家里面 这些能够听得懂我们人话 而且做出回应的这些智慧型的音箱 还有会下棋的这些机器人 他们其实是存在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 那这些AI都只能够算是弱AI 所以其实现在世界上 可能都还不存在任何的强AI 那么将来如果电脑能够完全的 去模拟我们人脑 或许就会出现真正的强AI了 好 那我们人类的大脑的机能 来 华尔姐姐跟小朋友说一下 人类的大脑 其实可以区分成所谓的负责 产生感情的位置 以及负责储存记忆的位置 那么据说想要创造出强AI 就必须能够用电脑 完全复制出大脑的机能 那这里对一部分的大脑的机能 就我们华尔姐姐来跟小朋友讲一下 我们大脑其实它的理解 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还有皮肤各部位的一个讯息 并且下令让嘴巴说话 或者是让身体的肌肉 做出动作的一个位置 那么另外我们大脑当中 也会有杏仁核 杏仁核就是判断出 这时候该产生出 什么样的感觉的位置 另外还有一个海马回 海马回就是选择 该记住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电脑都可以复制 刚才华尔姐姐说的这些机能 它就能够创造出强AI 所以强AI跟弱AI的分别 华尔姐姐再提醒小朋友 强AI就是完全的复制 人类的智慧 所以什么都做得到 弱AI就是拥有在特定的领域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强AI可以理解他人的心情 还有拥有喜怒哀乐的感情 以及拥有灵机应变的能力 以及发挥创意 所以目前在这世界上 是没有强AI的 那弱AI的话 比如说下棋 或者是从地图当中 找出进入 或者是维持在适当的温度 以及辨识人的长相 这些华尔姐姐在过去 都曾经提到过 那这就是弱AI 而弱AI现在目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多见的 等待 等待 下课总还不快来 等待 等待 也不住心中期待 只要纵身一旦相信 就要去开心 用灵眼术已经念了一星期 总要为老自己 爸爸妈妈恳起你们别在意 我会照顾自己 地上的游过太多 我会更加注意 我的梦属于我自己 别怀疑 我努力让他们实习 哈 哈 功课我从不忘记 哈 哈 休息才会更清醒 该读书我一定专心 该游戏就要进行 等待 等待 下课总还不快来 等待 等待 也不住心中期待 只要纵身一旦相信 就要去开心 我爱 我爱 快乐便走得太快 我爱 我爱 尽情的自由自在 只要假期一旦结束 我会更努力 尽情的自由自在 不要啦 快停啦 不要啦 找大气草海外来 快 这猫子买菜去 我们要满菜了 我们要满菜了 我们要出去打枪 每天都爱 我们要满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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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洋洋斗琴 虽然我不是每次都得第一 但是我的经历 要成功就要努力 我懂其中道理 我期待总会有一天 我可以向前进 超越我自己 哈 哈 困难我帮他KO 哈 哈 阻碍我帮他 我过过游戏中 我依然学习 任何事都要努力 高高回家吧 等待 等待 下课总还不快来 等待 等待 也不住心中期待 只要总声一旦响起 就要去Happy 我爱 我爱 快乐别走的坎坷 我爱 我爱 紧紧的自由自在 只要加起一旦结束 我会更努力 好 小朋友 刚才花儿姐姐跟你讲到 强AI跟弱AI 那不管是强AI或弱AI 其实基础AI的知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小朋友应该都要有 AI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辨识的一个能力了 好 那么AI其实 它就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这个电脑城市 所以人工智慧 就是机器可以完成 人们不认为机器能够胜任的事情 好 那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AI与人类的思考方式 相似的电脑城市 那么人工智慧发展的早期 非常流行一种定义的方式 那就是AI能够遵照 这个思维里面的逻辑规律 去进行这个思考的一个电脑城市 再来就是AI会与人类的行为 相似的电脑城市 也就是说它会做一些 比如说花儿姐姐有看过那种 在餐厅里面去招呼人的 这种waiter 他就用这个机器人去取代 另外AI也会学习 它是会学习的电脑城市 最后就是AI 它根据环境的一些感知 做出合理的行动 然后呢会达到一个最大效益的 这个电脑城市哦 吃饭边的榕树上 只留在深深嚼着夏天 草藏边的车前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 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车里面 福利车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 出个四郎和魔鬼党 到底谁唱到那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 就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村光阴一村金 老师说过村金 南麦村光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朋友 听完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很有收获呢 哈尔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 获得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不要忘记 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 信心跟行动哦 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吧 还有还有 每个小朋友 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 彼此相爱 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 哈尔姐姐祝福你 好了各位小朋友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是花儿姐姐 你不要忘记 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 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轻轻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油的高天 水彩拉的个文化头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 才能像高年纪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张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 盼望着明天 盼望张大的童年 哦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张大的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